这项商品里面的操作就是1910年5月所建的韩币楼第一项建造物 本来是一个叫做一堵的日本人建出来 刚刚1910年一阪水利电器工资开始买专门 因为一旦开工可能会中到一堵的房子淹淹序 所以干脆由台中主政府把他收起来做他的教材授 教材授是两站老管的鱼都去建造 注定用着茅草来做是为着买专门台主人合而为一 那时候如果要到韩币楼就要为集集结婚家到车 然后跟汉人收工的车起来 联谈水利工程经过了15年经历10月台湾总督 因为有很多建设的公司和包工都来 所以在1931年的11月有着电力数字会社 给他改建是两楼最新的老板 这一楼中间就来到日月潭这个地方 看起来很感激 所以就变着他一个人 享用了 1955年,他做到这间韩币楼交给中国旅行社来关利 哇,日月潭漂亮啊漂亮啊 因为年久失修官瞻不雅,所以进行修缮 一旧五年,又交给一个台湾路行社来经营 其实背后最有六的是叫做荔枝社 荔枝社 荔枝社其实就是军街州输人的井一位 韩币楼本地就是军街州的行团 所以交代所有人都非常骄傲 所以1980年,南岛管议会本地要交代議員来度假 但是去让人喝酒的对待 后来,議員发现原来韩币楼是新政府的出散 最后在1980年,由到新府必需长李浩高 才是新立财团发展组织 演出一场潜坤大罗仪 背后在1990年,我们交代所有主任丁显文 以三亿的介绍中的管理,任徒何湘林建设 到底这是在哪里怎么转也不知道 反正背后就是国山变成修人在经营啊 中文字幕,推散了人,推散了人